在你的門號到齊 走進電信門市 然後做續約 你是虧大了 蘋果官網的空機價是32,900 如果透過通訊行去辦理折扣是1萬元 其實在這些公司眼裡 只有XXX才是真正的VIP 那今天這集非常特別 因為今天是要來開箱我新買的 iPhone 13 Pro 雖然這一次很可惜 就大家期待很久的螢幕下指紋結束 或者是滿版螢幕 這次都依然還是沒有推出 那我覺得大家可能又要開始 繼續傳下一代的新謠言了吧 這次iPhone 13 其實主要有四種款式 不過其實是認真來說 它其實就是iPhone 13 iPhone 13 Pro的一個差別而已 那再根據它螢幕大小不同呢 有 Max 還有 Mini 的一個差異 但其實我也不是真的專業的 3C YouTuber 而且我相信大部分有要買新手機的人呢 應該都已經看過像是 Joman 或是 Tim哥這樣子的專家 去做的專業開箱吧 所以呢今天呢 我就不一一跟各位講解它的硬體規格 那我今天呢 會單純站在一個 使用 iPhone 非常多年使用者的角度呢 來去看一下 究竟 iPhone 13 Pro 跟我現在手上服役的這支 iPhone 10 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這支 iPhone 13 的主打的功能呢 對於一般的消費者 或一般的使用者來說 是不是又有特別吸引力呢 另外如果剛好你的手機門號到期 準備要換新手機或新合約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在開箱完之後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個 非常重要的 Pepple 讓你可以很簡單很輕鬆的 就成為電信業者的 VVVIP 同時呢還能讓你用最低的優惠 去辦到新手機或新 iPhone 喔 所以有需要的人呢 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從拆包裝開始吧 好 歡迎來到Bob的開箱日記 那我們今天開的是 iPhone 13 Pro 那可以看到這邊的條線 我們先把它拉開 有點難吃喔 喔 裡面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iPhone 13 Pro 這真是個小巧可愛的盒子啊 這次的盒子非常小啊 因為沒有掉鋪頭 哈哈 好 那我們來看裡面有什麼吧 好 那這次的包裝呢 其實它因為沒有了附塑膠 所以取代的呢就是這兩條黑線 好 那我們把它打開吧 輕輕鬆鬆就可以把黑線撕起來囉 那今天主角就要登場囉 噹呃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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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那我先聽一段 As en la 來看盒子裡面有什麼吧 首先是Type-C轉藍藤的線 還有有沒有什麼用的說明書 那裡面有呢 拼真一個 說明書一個 貼紙 最後一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漂亮的 iPhone 13 Pro 那這次呢 後面是採用霧面的設計 那側邊是用那個 不鏽鋼 所以 摸起來好像還不錯 觸感不錯 那底部呢 開的孔 有點不對稱的 摸起來的手感呢 雙雙正正的 沒有像之前的這麼有 哇 那我們稍微的比較一下這兩個重量 嗯 真的來說好像差不太多 不過iPhone 13好像稍微重手一點 好 那可以看到還滿滿的指紋 那如果想要裸機使用的朋友呢 這可能是個困擾 哇 都是巨王 的 開啟動 哈囉 你好啊 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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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iPhone 13 Pro呢 還有另外一個最佳的賣點 就是蘋果稱為 Promotion的120Hz螢幕更新率 那當然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如果我不玩遊戲 是不是就沒有差別 但其實你可以看到我 用慢動作所拍攝的iPhone X 還有iPhone 13 Pro的螢幕滑順感 其實不論是在滑動網頁 開APP 或者是切換一些程式之間呢 老實說 高更新率的螢幕呢 真的會讓你有使用更滑順 更流暢的一個使用體驗 那當然啊 如果說你有是在玩吃雞 或者是其他設計類所遊的朋友們呢 其實就更不用說了 絕對會是相當有感的一個提升喔 那就像我前面所說的呢 我是從4年前的iPhone X 換到最新的iPhone 13 Pro 那我個人最期待的呢 其實就是拍照功能提升 還有5G網路 那以下幾張呢 就是我到戶外實際拍攝的照片 那在日拍的表現方面呢 其實我覺得效果差不多 但其實夜拍的部分呢 就真的比4年前的手機提升了不少啊 可以看到呢 其實不但暗部變量 其實連細節呢 都有所提升 所以我覺得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說 其實就相當的夠用了 那這次呢 我特別還有去申請了 中華電信5G的使用門號 可以看到在台北信義區 微風南山呢 它的最高數可以來到1000Mbps 但老實說啦 我覺得台客大4G的表現也不差 那目前呢 其實也是有在台北市中心 能夠有比較穩定的訊號 那我所住的新北市呢 其實5G訊號就有十有十無 就只能期待說 5G訊號的基地台 能夠佈建的越來越快囉 好 那這次的不專業開箱 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如同我前面所說的呢 我其實希望可以用一個普通使用者的方式 去體驗這次新手機 那其實對於一般人來用手機呢 其實最在乎的不外乎就是 上網的速度以及拍照效果 那這次iPhone 13 Pro呢 確實帶給我相當有感的一個進步表現 那所以如果你是iPhone的使用者 iPhone的愛好者 而且你手上的iPhone呢 已經兩到三年 或是已經用很久了 那我覺得這次你可以考慮換 那如果你是去年才剛買的iPhone 12 那要不要換其實就是見仁見智囉 好那iPhone 13開箱完了 相信有些人也是看到標題 想知道說如何用最優惠的價格 買到新手機或新iPhone吧 那今天就讓我這個 在台哥大門市工作兩年的前員工 幫大家接力吧 那現在呢其實大家要換手機 換門號的時候呢 這一般也是最常見的方法呢 就是等你的門號到期 然後走進電信門市 然後做續約 那這樣子呢其實你知道嗎 你是虧大了 因為其實有個方法呢 是可以讓你在換合約的時候呢 把自己的利益 把自己的優惠到最大化 也就是所謂的吸馬 吸馬這個詞呢可能有些人聽過 但不知道什麼意思 甚至有些人沒有聽過 那今天呢我就很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是吸馬這個概念 吸馬簡單來說就是把你現在原本的這個門號呢 可能攜帶到不同的電信公司 但你的號碼不會變 舉例來說 如果你的號碼是原本帶中華電信 它的號碼是0912-345-678 那如果今天你辦你吸馬之後呢 你一樣可以用原本的0912-345-678 帶去遠傳電信 這就是所謂的吸馬啦 那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說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呢就是你換了一個電信公司來繳費 不過還是有可能有一些就是 收訊的一些差異啦 所以大家在吸馬之前呢 就還是要去調查一下自己家裡附近的收訊狀況怎麼樣 雖然呢對我們來講只是換一個電信公司繳費 但對這些電信公司來說呢 其實這就是一個搶走對方客戶 搶走對方生意的一個好時機啦 因為其實在台灣來講 如果不是特殊的用途的話呢 其實台灣的電信的一個市場就這麼大 那通常一個人只多就是一個門號或兩個門號 那這個市場是有限的 所以說如果這些業者呢想要在這個市場當中 去降低自己的成本獲得最大利益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搶走對方的客戶 然後增加自己的市占率 所以假設呢今天有一個用戶他從中華電信 吸馬到台客大 那其實對於台客大來說 他不但自己多增加了一個客戶 還讓中華電信同時少了一個客戶 那對於這些電信業者來說真的是一石二鳥的好事啊 所以呢對這些電信業者來說呢 只有吸馬呢才是真的最最最重要的 可是我的電信業者都說我是VIP老客戶耶 我辦手機VIP應該可以有折扣吧 確實啦就是一般來講呢 就是你是老客戶或是所謂的VIP呢 其實會比一般的機有客戶有多一點點的折扣 但你要想耶 所謂的老客戶通常是你要在同一間一定待十年以上 那VIP更是你每個月的變化費可能要到兩千三千四千以上 才叫VIP客戶 而且他們給你的優惠真的就只有一點點 我等等給大家看一個優惠比較 你們就會嚇死了 那剛剛前面只要就除了用吸馬幫自己達到優惠最大化以外 他有一個訣竅呢就是到通訊行去辦理吸馬 那有些你看到這裡可能會很疑惑說通訊行 因為大家只要講到通訊行 往往會浮現都是一些負面影響 比如說他可能會騙你多賣幾個門號 或是賣你一些水貨手機等等 那這些負面影響呢其實都是一直存在在大家心裡的 老實說呢現在市面上確實還是有一些些 就是這樣子不肖的業者不肖的通訊行 會用這種比較不好的手段去騙消費者 但其實現在呢也有不少的通訊行優惠 然後甚至可能是連鎖的通訊行呢 他們是願意把自己的優惠折扣攤在陽光下給大家看的 那大家呢也可以拿這些優惠拿這些折扣去做比較 然後幫你自己找到最大化的利益 那我自己呢也是從好幾年前就開始幫我自己 然後幫我自己的家人去用這樣的方式呢 去辦了門號以及手機 那這麼多年來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呢只要你能找到有幸運的通訊行 其實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啦 但是今天為了避免廣告的嫌疑 所以我就不特別講是哪些通訊行 那大家其實很簡單從Google上面 都可以搜尋到一些相關資訊 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話呢 就還是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我在通訊跟你們講喔 綜合以上兩點呢我們就知道說 要把這個優惠最大化的一個公式呢 就是西馬加上找有幸運的通訊行來辦理 那接下來呢就直接帶大家來看一下實際上會差多少 為了方便呢我們這次就直接拿iPhone 13 Pro 128G 然後一樣是遠傳電信月租費999 然後綁月24個月這樣子的費率來做比較的基準 那首先呢我們可以看到蘋果官網的空機價是32,900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遠傳電信 以他們官方公布的資費來看呢 iPhone 13 Pro 128G 搭配門號之後呢它是要25,300元 如果透過通訊行去辦理遠傳電信999 24個月的西馬折扣是1萬元整 那我們就可以換算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直接透過官網買空機 那扣掉了這個通訊行的西馬折扣 也就是變成今天在通訊行操作一番之後呢 我的手機只要22,900元 這樣呢其實比直接在電信門市辦理差了24,000元喔 更何況如果你今天是透過通訊行去買手機 當然iPhone不一樣 因為iPhone比較多人想要 那如果你是買其他廠牌的手機呢 應該都可以拿到比官網或是官方定價再便宜的價格 但電信門市呢它的手機價格呢就是透過原價的定價 那這樣一來一往之後呢 其實有機會把你的價差審到3-5000塊或是更多喔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續約以及新生辦的優惠 那一樣的費率呢 當你是新生辦的時候呢 你的折扣只剩下了7000塊 那續約呢更是只剩下了4500元 而且老實說呢其實這個是通訊行的折扣 那根據我自己以前在電信門市做的經驗呢 如果你今天是跑去電信門市辦理續約 你手機的優惠呢可能連4500都沒有 所以你還相信什麼叫做老客戶續約優惠嗎 其實在這些公司眼裡呢只有西馬客戶才是真正的VIP啊 好啦那今天講這麼多呢 希望就是電信公司看到了之後不要再檢舉我 不過呢其實這個也算是一個合法 而且已經算是公開的秘密吧 但其實應該還是有一些人不知道 所以說今天就跟大家說囉 那如果覺得今天這集有用的朋友呢 請幫我分享出去給一些正要準備換手機或是換電信合約的人 讓他們可以損下更多錢喔 而且呢其實透過通訊行 不只能夠讓你買到優惠價格的手機 其實還有更多的操作方法 那這個未來我有機會再開一集跟大家另外分享啦 總之身為賺錢辛苦的小資主呢 我們所努力賺到的每一分錢 都應該要禁大喜賺才對吧